用上官网额妄想新皮肤当大王 是一种什么体验 第一波开始 我三件套进攻方不能出装 吕布很猛啊 覆没后直接就跳了大招 本来还想省个大招 只能放了 拿着后状态不错 可没那大招的网额 就跟空大的露蜡没两样 没装备的貂蚕 也能秀得我晕头转向 不服气啊 再来一次 吕布依然低个上 这次直接先发智能 吕布反应过来后 直接大招 也是无惧一事 本因为后面会好打了 可没有想到狂铁来了 也是打不过 网额单挑太依赖大招了 哪怕是装备领先没大招 都是相当弱的 第一波惨败 第二波我六神装 进攻方每个人三件套 其实一直是两件套 这次录制说错了 而且也没反应过来 打高竞尼开始就空了大招 这就很尴尬了 不服气再来一次 打杨云环有信心 但没有想到我上天的瞬间 他也开了大招 现在都这么细了吗 没了大招 我们开启了互相刮杀模式 需要还是我 更深一筹 高竞尼大招入场 轻松给我拿下了 网额太难打了 即使他们出的是两件套 我觉得也不好打 再来一次 打吕布没飞满 结果轻松被反杀 最后在中路又来了一次 秒了高竞尼后 我也只能往后退 网额这位英雄 是挑战大王系列以来 最惨的一位 这次挑战大王 我还忘了给冷却 设置到80% 感觉即使设置了也打不过 感觉即使设置了也打不过